今天焦点锁定在美国 美国的新任总统拜登宣誓 就职也宣誓 美国的新时代正式来临 不过呢就在奥勒冈的波特兰 极左派示威现在越演越烈 抗议民众不但破坏民主党的党部 还跟警方对峙到深夜 至少八个人被逮捕 警方朝示威者发射煤气罐式 图须离 美国奥勒冈州原本聚集在波特兰的 约150名示威群众 极左派反拜登抗议活动 到了深夜出现失控场面 冲突越演越烈 警惕双方对峙变成暴动 示威者原本是举着反拜登 还有反警察的标语 像是我们不要拜登 我们要复仇 警察谋杀帝国主义战争 上劫抗议 而他们也到当地的民主党党部 破坏捣乱砸碎了窗户 喷血象征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 但入夜之后示威冲突加剧 警方甚至一度遭到包围 现在已经逮捕相关8人 而除了波特兰西亚图有类似的示威抗议 一样选在拜登就职日当天 在抗议活动最终也演变成暴乱纵火 建筑物遭到冲击 连亚马逊商店也受牵连被涂鸦破坏 不管如何美国的新朝政真的来了 现在拜登正式走马上任之后呢 哇他现在马不停蹄 拜登说他没有好几个礼拜时间 他马上就要开始推行新政 一周之内政策已经通通定出来了 我们当年来看到每一天都有针对不同的主题 有全新的政策出炉 好当年来看到上任第一天就要针对武汉肺炎 现在宣布了联邦机构强制戴口罩 而且疫情是国家统一来主导 马上第二天要搞的是经济纾困案 总额1.9兆元 公民发两千 失业的人口补助4000美元 好马上第三天来看到的 紧接着重点是要买美国货 联邦支出4000亿美元 要支持自家产品 马上紧接着26号登场的就是股市 现在呢财政部长叶伦特别强调了 未来不会干预美元了 要回归传统的美元政策 那后续来说呢 几大政策还要持续推行 包括在巴黎气候协定要重返 当然拜登的绿能政策 马上就要开始执行 好紧接着还有医疗健保部分 甚至对移民的部分 希望能够暂停新建美墨的相关边境围墙 看得出来拜登马不停停 信誓单单要做很多事情 而且呢拜登一上任之后 他就宣布要恢复美国地位 他说要抛弃川普的单边主义 开始跟盟国要恢复所谓的友好关系 美国已经准备好 现在要领导全世界 好那拜登希望在白日之内 他同样要做的疫情措施 这就是要施打完一亿剂的相关疫苗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 美国一年超过四十万人死亡 拜登一上任就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刻也不能浪费 美国CDC警告一个月内全美武汉肺炎死亡人数 恐怕会超过五十万 为了控制疫情 拜登政府以战争动员的规格端出全国性的对策 一次签署至少十项行政命令 当日班登政府首席医疗顾问的佛奇医生表示 虽然全美至少有二十个州发泄英国变种病毒 病毒的传染速度加速 但是他对拜登承诺一百天之内 完成一亿剂疫苗的接种 还是深具信心 甚至认为可以超过目标 新策略包括增加社区疫苗的接种地点 而且要求不止在联邦的机构要戴上口罩 像是要搭乘交通运输工具 还有进入机场都要强制戴上口罩 目前美国已经生产三千五百九十万剂疫苗 拜登政府也将援引国防生产法 加速生产N95口罩 还有个人仿佛设备 疫苗原料生产设备 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压制疫情 好 这位全球最关注的 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拜登走马上乱之后 他现在其实对中国大陆 是采取依旧是强硬的路线 我们来看到了 拜登的美国准国务卿是这样说的 他强调中国对美国是构成最大的挑战 所以要从最有力的 强而有力的位置跟中国打交道 他们是支持过去川普 对中国的强硬立场的 那当然中国也不甘示弱 这个川普一下台之后 马上中国大陆就对了 川普任内的官员来进行制裁 名单零零总总二十八个人 包括庞贝奥 包括欧布莱恩 包括来过台湾的卫生部长阿扎尔 还有本来要来台湾 但是没有来的克拉夫特 通通在这一波名单当中 这二十八个人 未来禁止入境中港澳 同时他们的企业机构 也不准跟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这样形容 他说这些是反华政客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疯狂行径 现在要付出代价 好 不过这些人也没在怕的 我们来看到全世界 是怎么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现在看到在澳洲 澳洲的部分呢 澳洲驻美国大使现在说了 他们欢迎拜登政府初步的对中立场 而且希望澳洲跟美国 可以立场是一致的哦 同时呢 他们预期拜登政府相当具有策略性 会继续支持澳洲 那至于这一些被制裁名单当中的人 是怎么来回应的呢 我们先来看到了 美国前国务资讯这样讲 他说美国本来就不应该屈服 在中国的恶霸之下 而庞贝奥呢 更强硬 庞贝奥呢 他过去本来就已经对台友善了 依旧现在对台湾是相当友善的 而且呢 他就炮轰中国时代主要都是现在全球的威胁 而且这个庞贝奥卸任之后 他的推文也透露出一些数字玄机 庞贝奥的卸任首部推文 他写了1384天 这数字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你去换算一下 难道是接下来四年后 2024他想投入到总统大选吗 好那当然不止庞贝奥 外传川普现在也打算东山再起 他要自行建立所谓的第三政党 这个政党名称可能就叫做爱国者党 才刚现任总统职务 准备在佛州展开人生新篇章 川普迫不及待预告自己的下一步 尽管没详细说明 但已给族外界想象空间 我愿意让他终于退出 要有个平衡 他会选择佛罗尼亚 这个庞贝奥的帮助我们的国家 四中川粉夹到欢迎送上满满祝福 外传川普计划筹组新政党 有意取名爱国者党 最后一刻特色班农 也可能是预留后路 即便国外发生暴动后 仍有八成共和党人支持川普 甚至有过半共和党受访者力挺川普再战2024 以目前人气来看 要是川普认真切割 已经失去国会优势的共和党 恐将流失更多选票 过去四年习惯不安排里出牌的川普 这回总算至少遵循一项临别传统 留下一封现任信 立刻引发网友Kuso恶搞内容 上面不是写着 Joe你知道我赢了 就是特首我爸 你输很大 或是干脆乱话一通 计讽川普不认输又很幼稚 川普较如连任势力 但似乎不打算放弃政治影响力 加上支持者众多 预料未来将继续撼动美国政坛 再来新闻全朋友报道